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棍呢也是一种名虫 我估计要在我这呢 他得排个前两三位 头一位就是蛆蛆 咱们后边就聊郭棍 郭棍也是上次咱们说那个 这名字也是根据他的叫声起的 长劲呢比蛆蛆大 你说蛆蛆有人见过啊 大概也就是个一厘米多 两厘米 两厘米左右 全身就是浅黑色 有的是那个深棕色 浅棕色都有 那郭棍就不一样了 郭棍首先它就大 它得奔着两寸左右 那大个的就得两寸多 就这么大个 通体碧绿 当然是有些品种哈 它也分很多品种 有绿的 碧绿碧绿的 好看极了 就跟假的似的 往那一趴 你像一般野生的那个 也有很多种类 你像我们平常玩的什么 山青啊 草白啊 还这铁锅锅啊 那铁锅锅就色深 黑绿黑绿的 绿里边泛着黑 就那么一种 现在普遍玩的 都是这种锅锅 像山青草白 我说的这几种 现在上市面都很少有了 玩的不是那么讲究了 好像是 真碰上人家好的 那个养蛆蛆养锅锅的 专门繁殖这个的人 人那还有 繁殖这个都是有传承的 这家一辈子几辈子 都是靠繁殖这种鸣虫 然后在市上卖 人家指着这个过生活 这有传承 有手艺 人的家里边得要攒那个子 每年要留子 就好的那个品种 留下那个子粒 然后每年流出来 第二年繁殖 到繁殖季稍微一过了 这一波 这个子粒再流出来 转年再繁殖 这就跟咱们玩马呀 玩狗啊 留那个好品种 当那个种 这是一样的道理 人家也讲这个 没准在人那个老的 手艺人 手里边还有这个好的品种 个大 色呢比较多 但多也多 不过都大概都是绿色 那像那草白呀 那就是浅绿里边泛着白色 据老人玩热格的说 这些东西 它的品种来自于地狱 啊 这种地狱不是北京天津 啊 东北 南方 这不是这种大地狱 啊 它是你比如说 这个品种就在这个 卖田里边 哎 那个品种就在山的 这个缓坡地带 哎 那个品种呢 就在山的这个缓坡地带 接近平原 又是野地啊 又是农田 这么一种混杂的 这么一种地方 所谓锅锅它吃的东西不一样 水土不一样 才造成这么个品种 反正学问挺大 本身锅锅跟蛆蛆的生长的 这个环境啊 就不一样 蛆蛆它是在那个墙洞里头 砖头瓦块底下 草磕的里头 它是不见阳光 晚上叫唤这么一种东西 这锅锅不是 锅锅一般的都是在那个灌木尖上 你看这一个在地皮上 一个在草尖上 大太阳晒着的时候 它出来晒来 朝阳光 它得像咱们人那个取暖 站在尖上离太阳近 能直射过来 它得晒着舒服了 然后叫 实际上锅锅的一种叫啊 就是叫做吸引异性 为了繁殖 叫的声越粗越红亮 招来的异性越多 好繁殖 就是下一代 其实说叫 这些秋虫大部分啊 咱们说 哎呦 曲曲叫了 锅锅叫的 叫的真好听 实际上严格的来说呀 它还不叫叫 你说养个鸟啊 叫 养个猫 养个狗 叫 那都叫叫 秋虫的叫 它不是通过嘴 通过嗓子 通过这个声带震动 通过什么 它不是这种叫 它是靠翅膀的摩擦 啊 您看他后背那俩翅膀了吗 您注意一下 他要叫的时候啊 他嘴不动 他是把那俩翅膀 翘起来 然后摩擦震动出来的声音 嗯 是这么一种发声方法 嗯 咱们听着就说叫 实际上是这么发声的 不是通过嘴 锅锅每到秋天啊 站在野地里 他你就往山上 往那往 就听着一片锅锅的叫声 你到那找去吧 一般人 你还逮锅锅 还不好逮 特别难 听着声你去找去 到那你就找不着 怎么呢 锅锅他 你别看站在棺木尖上 太阳晒着他叫 但凡一听这动静 他有一绝招 他一松着爪子呀 自己就掉到那个棺木根里头去了 哎 这是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哎 挺难哪 逮锅锅 一般人不会的 你还逮不着 我有个朋友 逮锅锅有手艺 一逮一准 哎 你说怎么逮呀 听这声 奔那块去 远远的 他这眼神也好 见着灌木草的这个尖上 趴着这锅锅 他呢 悄悄的过去 他盯住了呢 慢慢过去 带声啊 这锅锅就不叫了 不叫他也看见了 到那儿去 到那儿去 左手在底下 右手在上边 这左手伸在这灌木底下去 正伸在这个锅窝的下边 这右手啊 在上面一晃悠 锅窝一看这眼一动快 一松这爪一掉 正掉手上 哎 你要等他掉下去 你还逮不着 那灌木挺大的呢 他掉的根底下 你伸手还够不着 所以就得有这么个手艺 你这玩什么就得学什么嘛 慢慢研究 就琢磨出这么一套手艺来 锅窝养着他 干什么呀 就听叫 你说曲蝎养着他 逗 听叫 两种玩法 锅窝没有 你没听说有人拿俩锅窝 跟那儿逗 逗锅窝 没有 锅窝就听叫 你说这曲蝎 这是小名 大名人叫蟋蟀 是吧 锅窝 有没有 大名啊 或者这锅窝 就是大名了吗 哎 这您还真问着了 锅窝还是小名 不知道咱说了吗 按着声音出来的 老百姓起的 这还是小名 您说锅窝大名叫什么呀 哎 这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锅窝的大名啊 叫中斯 哪俩字 这中啊 这还生辟字 上面一个冬 冬天的冬 底下并排的两个虫字 在冬季 非常活跃的虫子 其实不是 正相反 哎 那锅窝绝对呢 是夏天 秋天 活跃的 一到冬天 就死了 怎么就死了 它过不去冬天 它就这命 您看 不以前有个童话故事 不是这么说吗 就说蚂蚁跟这 非常勤奋的 在搬云粮食啊 在劳动 这旁边锅窝站在这个灌木头上 就是叫啊 玩啊 蚂蚁说马上天就凉了 这赶紧往家里往窝里 置半点吃的 坐坐窝 眼瞧秋风一起 冬天来了 天就一冷 到时候咱们好保暖 还生存啊 果果说 你弄那干嘛呀 对吧 这个这多舒服 赶紧站在太阳地 咱们一晒 一唱歌 一玩 多舒服 蚂蚁不听它的 蚂蚁接着干活 没过几天 秋风下来了 啊 这天也凉了 这个蚂蚁钻的洞里边 吃着人家储备的粮食 啊 在那一睡觉 把冬季就熬过去了 结果果呢 就死了 啊 这告诉大家 要有远见 要有长远眼光 要勤奋 这是童话故事 这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故事 冤枉果果了 果果人家不是想的不对 人家有自己的道理 怎么自己的道理 按照自己的习性啊 你果果储备多少粮食 他也过不去这冬天 嗯 这开春之前准死 这怎么就准死 他就这么个东西 他这寿数就在这 而且他就是这季节出来的东西 您不信问他养果果的 养得再好 再持水族啊 环境好啊 温湿度合适啊 都没用 只要一到冬天过去的时候 开春来了 来之前 果果准死了 就这季节 所以那个是个传说 但是呢 老百姓喜欢果果 因为它有一什么呢 果果象征着多子多福 这怎么 果果象征多子多福 哎 我一说您就知道 咱们老百姓平常有句话 你看 这是什么呀 嗨 这是大肚子果果 大肚子果果 对了 您要瞧见过的 您就知道 这果果的肚子呀特别大 你说公的还好 肚子也就是显大 站在那还挺精神 一蹦挺远 那母瓜果肚子更大 而且基本上 往那一趴肚子都贴着地 而且这个到繁殖季节 一甩子啊 就甩那么几十个子 有的时候能上百 甩那么好几十个子里 您像这人一看 这一生生这么多孩子 那不是就多子多福吗 所以呢 老百姓也好养着 他最起码是图个吉利 不单老百姓好养 就他只要粘着这么个吉利话 谁都喜欢 不知道您去过台湾没有啊 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里边展出着这么一个奇珍异宝 叫翡翠白菜 这是咱们这个故宫出去的 这棵翡翠白菜全世界闻名 这一个玉底下是白的 上边是绿的 这些能工巧匠子按着白菜那个形 给雕的上边是叶 下边是斑 栩栩如生 哎唯独在这白菜上 这个印上啊 那个绿的上面 趴着一锅锅 哎 人家就独具匠心嘛 对吧 锅锅趴在白菜上 栩栩如生 非常漂亮啊 同时又有这么种意思 叫多子多福 这是想当初一个妃子的这个店里边摆着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后来辗转现在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曾经去过看过这么一眼 嗯 或排大队一个展厅里边一个展柜玻璃罩子里边罩着这个翡翠白菜 同时还有一块那个长的那个特别像炖肉的那么一块石头 嗯 这俩在一块搁着多子多福 哎 黄氏黄家 也喜欢这个寓意好啊 到了秋天弄几个锅锅 跟家里边听叫 我倒不是为了多子多福了 我就是为了有这么个叫唤的声 哎养着好玩 小时候我就养 不是现在开始的 小时候我寄人卖锅锅的不像现在 现在养锅锅都是反季节 刚才我说过怎么叫反季节 这本身是夏天的东西 您的夏天到野地里头听起来晚都是锅锅叫 一到秋天啊 那只能是白天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您能听见锅锅叫 为什么呢 太阳足的时候 他出来晒太阳 接点热气 他高兴了 他叫唤 你真到早上起来 或者天擦黑的时候 阳光一斜 冷气一上来 他就冻僵了 他就掉到地底去了 该死啊 该让人吃啊 或者是怎么 这劲儿就快完了 这个真正锅锅活跃的这个季节是夏天 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养锅锅 要能让他说反季节吗 啊 你说夏天满山都是锅锅 你去逮个锅锅去 那还有什么意思 就到冬天了 外边也没了 那时候 人家真正的繁殖这个名虫呢 那个手艺人 人家在自己家里边繁殖出来的这锅锅 等拿到你这来 天都已经大冷了 不管是吹在怀里搁在家里边 外边北风呼啸 屋里一听锅锅叫 那才叫反季节养 才有意思呢 以前小时候不行 小时候养呢 就是真正在季节的时候养 那时候做这个生意的 也都不是现在这种专门繁殖的这个 我们叫管家啊 不是他们来繁殖的 那都是农村的那个 想做点小生意的人 在山里边野地里逮的 嗯 一逮好逮好几十好几百 然后拿那个竹灭条啊 或者有的拿那个老北京叫熟家杆 熟家杆披下来 那个外边那层皮子 给他弄成小细条 专门编的这么个小龙 这龙多大呢 也就跟个大号橘子小号橙子 叫这么大的小龙 专门给他这锅锅搁在里头 这一下好 拿杆子挑出来 就这小龙得弄着好几百个 搁在肩上扛着 后边这好几百个的小龙子 呼 这也挑着跟小山似的 背着 那说你不叫他叫 他不叫那个叫 哎呦 这好几百个没有不叫的时候 这想成一片 走到哪叫到哪 走到哪叫到哪 这买卖倒好 不用吆喝 也不用打广告 一走到哪就知道 喝卖锅锅的来了 这小孩们就赶紧往处跑 管家大人要钱 哎呦 卖锅锅来了 我就买一个去 也不贵 几毛钱一个 我小时候大概是一两毛钱 嗯 给他 给你从上面摘一个小龙来 给你拿去玩去吧 这就算卖一个 小孩拿家来挂在哪 甭管白天晚上一叫 家大人烦 那时候好家伙 这大晚上本身这夏天就睡不着觉 啊 这夜里两三点了 好容易这个鼠气下去了 刚睡着 他这一叫又给吵醒了 小孩玩呢 你怎么办呢 哎 那时候小孩的一个玩意儿 哥在家里边 你说吃什么 喂什么 糊喂 嗯 实际现在这锅锅喂 有讲究之呢 啊 什么蒸熟了的胡萝卜呀 八成熟的米饭呀 再加上给点面包虫啊 羊肉条啊 还得精肉 沾一点肥都不成 嗯 讲究极了 那时候不讲究 为什么都成 什么白菜帮子 菠菜叶子呀 胡萝卜头 苹果糊 剩什么就给什么 那锅锅也是 他在野外也这么吃 嗯 那时候我就记着 就是赶紧啊 说这个得喂葱 怎么呢 小孩不懂啊 也不是哪传的这么一个 说这锅锅得喂葱 啊 他一吃葱 他就叫唤 怎么一吃葱就叫唤 辣呀 葱辣 一辣的就辣的就叫唤 哈哈 你以为人呢 一辣就叫唤 哎小孩也不知道哪听来的 那时候就都是 买了那小龙 里边一小锅锅 挂在哪 这管家当然要葱 来葱 我喂锅锅去 好玩 但是呢 好玩会好玩 这中间也有一个上当 你说这买个锅锅 一毛来钱还怎么上当 嘿 那人家做生意的人懂 还有一种秋虫 长得跟锅锅 差不了多少 那要不仔细分辨呀 根本分辨不清楚 这孩子知道锅锅长什么样啊 那要不知道锅锅长什么样 对他那个长相稍微含糊一点的 你根本就分不出来 他只不过就是那个翅膀 稍微的比锅锅的翅膀长一点 翅膀长点 那不就长长了 不是 锅锅的翅膀永远是在他肚子 就是后背的上边 他绝对不会超过他的屁股去 那个不成 前面脸啊身材各方面 长得都跟锅锅一样 就是他的翅膀比屁股长 超过后背的那屁股那尖了 飞得好 也能叫 但是叫的声啊 就不行 这怎么不行啊 锅锅也是叫 他也是叫 能差哪些 所以说人养什么 还都是有讲究的 您看所有养的东西 它都是 不管叫声大小 它都不吵人 有一种韵律在里头 那个不成 叫人吵人 你怎么听怎么烦 听得心烦意乱的 所以那个东西呢 知道的呢 以前老百姓 民间管他那起个外号 就叫叫驴 你想那叫驴呢 声这多闹得好 他就叫那么闹得好 管他叫叫驴 你要买着那个 那就算上了当了 你说那个吵得大声睡不着觉 这个吵得街坟邻居都睡不着觉 声还大 还烦 还乱 整个这个夏天这个夜里 本身就心烦意乱的 浑身燥热 起急睡不着 再听他呀 非得打孩子不可 就那么闹得 这是锅锅 这实际上啊 养锅锅 养蛆蛆 包括油葫芦 讲究多极了 有钱人 讲究 没钱人将究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 都是将究的玩法 看看怎么玩 弄一小锅锅 弄一小笼子 喂点葱叶就喂了 这真正讲究的 特别讲究 咱们中国人就是 食不厌精快不厌戏 玩也是 怎么戏着怎么来 所谓的人无我有吗 你说锅锅 那我就找那个稀有品种 我玩 另外锅锅的这个 饲养的这个笼子 这个葫芦 这个罐 那也是 分很多种 特别讲究 今天咱们聊聊锅锅了 改天 咱们再聊聊器皿 拿什么养锅